怎么起那么土一名字叫鲜花 你起了 还是他的真名 肯定是他的真名啊 他的真名叫鲜花 对 你不是叫牛粪吧 他叫王鲜花 坦率地说 凭你今天的素色穿着 不像是很open的人 你怎么会去酒吧买醉呢 啊 春春 酒吧里经常都是这样的男生吗 我想说我从来没去酒吧玩过 你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很宅的 那天我的工作失忆 然后又失恋 我的业绩是公司的第一名 我以为我可以升职 结果公司的领导给了另外一个 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 让他升职了 那天我正好是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所以你就到酒吧里去 借酒消愁 算是吧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没有个这样的感觉 我要是悲伤 我只有一个习惯 在家里拼命地打扫卫生 仙尘不染 擦马桶 我到我要是想要到酒吧里去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悲伤 我觉得那不是排解心情的方式 那是寻找下一段恋情 你觉得你们是一见钟情吗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一见钟情是一个很傻的事情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 为什么 但是那天我就是一见钟情了 他跟我回家了 我真的就是喜欢他了 我还是不能平静 我故作平静说你才跟你回家了 我还是不能平静 是谁邀请的谁 反正我觉得那天是大家都喝多了吧 喝多了怎么会回你家 然后也是关键是很有感觉吧 喝多了